这样说可能有点奇怪 但请你相信 大部分细菌是不愿意成为病原体的 尤其是入侵动物的身体 对于细菌来讲 真就是刀扣填鞋的修罗之刀 毕竟咱这几亿年千锤百列的免疫系统 可不是吃葡萄糖的 就算是细菌能够穿透皮肤黏膜 在我们体内还有各种免疫细胞 尤其是穿梭全身无孔不住 而且数量麻麻多的中性立细胞 它们对不属于自身义务极其敏感 病原体要躲过它们的监控简直难如登天 一旦被中性立细胞发现 这帮好兄弟马上就会对你展开分狗一样的攻势 实在打不过就原地自爆 把自己的DNA炸出来缠住奶饭之地 而这还只是我们免疫系统中的一本小编 很快随着情报层层上报 再赶来的就注入T08细胞与巨人细胞之类的狠角色了 你说那我潜行点满 不让中性立细胞发现不就完了吗 可笑 我们人体当然知道双系统互相备份的道理 所以在细胞监控之外 还另行设立一套自动监控系统 比如我们的组织间隙中 还有大量超高分子的透明质酸 这些透明质酸本质上是一些非常长条的多糖炼衍生物 分子又细又长 当这些透明质酸横七处八地竖在我们组织间隙中时 就构成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 就像无数根半线一样 由于透明质酸对于诸如氧化糖类水碱酶等等物质都极为敏感 所以病原体的活动几乎必然会切断透明质酸的分子链 而这也会触发免疫系统的警报 可以说在我们动物体内 任何病原体终将神之一发 所以在自然界 绝大多数细菌还是喜欢待在土壤水体之类相对不那么险恶的地方 就算生活所迫非要成为病原体 其演化路线往往也是先成为分解尸体的辅身菌 在此过程中不断打木装肝等级 终于变得先能感染免疫力低下者 比如重伤与衰老的个体 或者是某些老是熬夜干活一边还要带孩子天天压力超大中年社畜 再以这些个体作为新手村链接小野怪 争取超到先能高效对抗免疫系统的神技能组合 才有一丢丢几率演化成专职的病原体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结合分支杆菌 就是这条演化路线最典型的案例 这真就属于是极端偶然事件了 所以现实中的致病细菌往往都有很多 在野生环境中自有生活的祖先 但有一个细菌家族似乎是个例外 他们家族反胜却近乎全员恶人 而且主要感染的还偏就是自然界免疫系统最强悍的哺乳动物 颇有种老子打的就是精锐的好脉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炼球菌 就算是对微生物一无所知的人 应该也都听说过这帮细菌的恶名 他们在动物 尤其是我们哺乳动物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大杀四方 像是猪炼球菌 牛炼球菌 马炼球菌 与无辱炼球菌 不但是畜牧业极为头疼的病原体 更是大范围感染了世界各地的海狮海豹和精类等海兽 对于我们人类更是青睐有加 刚才说猪炼球菌就曾于2005年在四川造成了38人死亡 而无辱炼球菌因为经常侵染乳腺 在古代也是新生而死亡的头号远凶之一 更不用说还有经常造成伤口感染与败血针的化弄炼球菌 可以从肺部感染到全身脏气的肺炎炼球菌 以及造成取齿让我们生不如死的变形炼球菌等等 这些炼球菌留下许多诸如心红热产入热之类的恶病 可以说是臭名昭主 瘦足小儿 蚊子 不敢也提 而且炼球菌可以说是专达高端菌 除了正面硬钢不动的免疫系统以外 它们作为一类无法呼吸氧气 会被氧气直接杀死的燕氧菌 却偏偏特别喜欢感染氧气丰富的呼吸道 它们明明无法形成牙包 导致其很容易被干燥或者紫外线杀死 却偏偏要完空气传播 真的是很能给自己上强度了 那这么嚣张的病原体又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 说来有点离奇 从分类上讲 炼球菌属于一只对我们人体特别有益的细菌类群 那就是乳酸菌 对 就是我们平时做酸奶酸菜啥的会用到的发酵菌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炼球菌 也许可以视为一群恶夺的乳酸菌 实际上刚才说的变形炼球菌 就是利用我们这糖类发酵产生乳酸来腐蚀我们牙齿的 虽然目前还没定论 但考虑到炼球菌主要感染咱哺乳动物 对鸟类鱼类啥的就没那么深闷 而恰好哺乳动物的消化到呼吸到生殖道里 又本来就共生了许多种乳酸菌 所以我个人猜测炼球菌的祖先 没准就是与哺乳动物祖先共生了某种乳酸菌 因此和外面那些苦哈哈打怪炼起的野生致病菌不一样 炼球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自己要跟啥玩意儿兑现 它们在感染时经常会表现出对宿主身体 非同寻常的理解 比如炼球菌杀死黏膜上皮细胞效率 就源源领先一众细菌同行 而这可能是因为炼球菌 能够精准的针对上息细胞凋亡信号通路 使得只收到点轻伤就自询 短见属于是嘴端输出了 只在讲炼球菌各种细刷我们免疫系统的神操作之前 我们先得讲讲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动物体内共生菌一一万万 为啥偏偏只有炼球菌恶垛至此呢 为此就要提到一个小伙伴们应该多少都听过的实验 那就是格里菲斯肺炎炼球菌转化实验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叫格里菲斯的学者发现 有两种肺炎炼球菌品系 一种有夹膜另一种没有 有夹膜那个品系会感染小鼠并使之死于肺炎 没有夹膜的就感染不了小鼠 但是把有夹膜的肺炎炼球菌的DNA取出来 简单的和没夹膜的肺炼炼球菌混在一起搅和搅和 就能让后者变得也拥有夹膜 就也能感染小鼠了 教科上往回讲述这个实验如何如何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 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细想过这个实验啊 夹膜是什么玩意儿 为啥有了夹膜就能感染 这个夹膜具体发挥了啥作用啊 为啥只是简单的把细菌和DNA隔一块儿搅和搅和就能转化呀 这个转基因是不是太随便了一点 诶对 就是这么随便 要我说炼球菌最核心竞争力 就是他们非常善于吸收外界的基因 根据2007年的一项研究 炼球菌的基因组简直就是细菌世界里成分最复杂DNA 这个家族普遍有一到四成的基因 都经历过大片段的插入 重组与缺失 他们直接就能从其他细菌的残骸中 从环境中散落的DNA碎片里乃至 从感染他们的病毒身上获取基因 带来飞速的演化 简直就是细菌中的病毒了 也无怪乎他们在今天这个抗生素相当晚辈的时代 照样相当能打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超神一波 而最早让炼球菌顿入魔道基因之一 没准还就是从我们自己身上搞过去的 那就是代谢透明质酸的基因 我刚才说了 透明质酸构成我们体内的一套自动监控系统 而炼球菌就可以利用这些代谢透明质酸基因来破解之 最初级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整个透明质酸网络给瞬间拆解掉 当然我们知道拆机关终究是个技术活 一个线检错就会触发警报 所以感染力最强的几波炼球菌 转而改用了另一种更巧妙的解法 那就是制造出无论是分子量还是分子构型 都跟我们哺乳动物几乎一模一样的透明质酸 我承认阁下的透明质酸免疫监控系统很强大 但如果我把透明质酸裹在自己身上 阁下又当如何应对呢 没法应对 中性低细胞赶赴现场发现 全能够吃有菌 没错 刚才说的格里菲斯实验中 之所以夹膜能带来这么强的感染性 就是因为这些夹膜的主要成分 正是透明质酸 而在此基础上有一支练球菌 更是练古城的世界上最狡猾的致病菌之一 清晰性A组练球菌 它们从其他细菌那边 获取了不少对抗氧化的基因 使之可以在空气中留存更久 甚至还解锁许多新的代界通路 比如其中最无恐怖的化农练球菌 就学会了在营养匮乏时 改用金氨酸来产生能量 从而可以在我们皮肤表面生存很久 使之既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而一旦进入体内 那就更是猖狂了 除了最机操的包裹透明质酸 原地隐身之外 清晰性A组练球菌进入血液后 还能将红细胞碎片包裹在身上 哎我又成有菌了 这也让它们成了最容易 导致败血症的病菌之一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还有骚操作 就算是一个大翼潜行技能没放出来 让中性力细胞把自己给吞了 也没关系 这些练球菌还能分泌 某些特殊的蛋白质 让中性力细胞 把吞下它们当成自身细胞器 这样本就无孔不露的中性力细胞 反而会变成其四处侵染的便车 使之又成了最容易引发 多脏器感染的病菌之一 这一手躲监控摸哨兵的功夫 真就是把一种中性力细胞 耍得跟个人工智障似的 在上世纪初 由清晰性A组练球菌所造成的 心红热等疾病 都是造成儿童夭折的 最主要疾病之一 即便到现在 这些家伙都是我们最棘手的病菌之一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 有一支清晰性A组练球菌 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 四次关键基因突变 只有两次是吸纳了别的细菌基因 一次是获取了某种病毒的基因 还有一次会自发基因突变 于是它们又解锁了新技能 使之哪怕是已经被中性力细胞 自爆炸出来的DNA给缠住了 也能以极快的效率 降解DNA与阻弹牌来挣脱束缚 这一切导致了从上世纪末开始 练球菌造成的感染与死亡 再度迎来高峰 由于这批练球菌经常会造成 诸如坏死性筋膜炎等肌肉组织坏死症状 也让它们融合了弑肉菌的哑号 直到现在 面对严重练球菌感染 我们除了用各种抗生素暴力对冲以外 也没啥特别有效针对性疗法 然而 在一众医生受益苦大仇神之际 在另一个未曾设想领域 故事的划风 却突然来了个180度逆转 那就是日化领域 尤其是美容护肤这块 这事还得从 链球菌夹磨的成分 透明质酸开始讲起 其实透明质酸这个名字 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专业术语 它在台湾省等地方 有另一种也可能是 非专业人士更常接触到的一名 波尿酸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二三十年前 波尿酸还是很贵的东西 基本只有美容整形之类的领域会用 最近几年 怎么好像变得啥玩意儿里 都加点这货了 其实人们很早就明白 透明质酸在我们人体内 本来就是充当组织填充材料的 生物亲和性极好 用来整形解释太完美了 但早期我们的透明质酸 基本上就是直接从动物体内提取的 尤其是从猪机关 鱿鱼眼睛 牛眼睛之类的地方 我们眼睛里有个玻璃体 之所以那么透明 就是因为其主要成分之一 就是透明质酸 所以当时透明质酸 生产厂家员工 简直人群团葬啊 但是吧 这种一板一眼的生产工艺 不但产量太低 而且动物体内 总是难保有一些 人畜共患的病原体 此外 动物体内除了免疫用的 超高分子量透明质酸外 还有很多低分子量透明质酸 分离起来也极为困难 这一切都导致透明质酸 长期价格超高 一般只能用在医疗领域当中 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 匈牙利的外科医生布拉兹 首次将超纯透明质酸 挤用于眼外科手术之中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科学家注意到了 炼球菌这帮贵物 啊 你看这甲膜里 透明质酸纯度又高 而且几乎全是人体免疫系统 用的那种超高分子量的 透明质酸 而且还在细胞外里面 提取起来特别容易 这哪里是病菌 这简直就是绵羊 透明质酸羊啊 于是经过诸多科学家研究 最后终于找到一种 很能分泌透明质酸 又容易人工培养的炼球菌 那就是兽益炼球菌 它严格来说 应该算是马炼球菌的一个亚种 对人类没什么侵染能力 而且因为透明质酸的 提取和准化都很容易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会有啥毒副作用什么的 从此这种炼球菌 被人类装进了发酵罐里 逐渐是今天生产透明质酸 最主要的工艺 尤其是中国也出手以后 透明质酸成本 更是暴跌了99%以上 于是曾经的高端材料 就这样变得到处都是 甚至在很多日化 乃是保健食品领域 当从业者不知道该干啥的时候 就加透明质酸 反正这货本来就是人体组成成嫩 不管内服外服都肯定没啥坏处 用来养生反正不会有错 而旺盛需求之下 炼球菌的养殖量也是屡创新高 时至今日 全世界透明质酸年产量 已经突破1000吨 其中7成以上都来自中国 而这背后是成千上万顿炼球菌 不断在发酵罐里面来来去去 只能说兜兜转转 炼球菌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乳酸菌家族的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